大家好 上一次呢我们学习了一下UFT那只对象的什么呀 这个CRPT这个对象 那么这次我们来学习一下PathFile的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在我们实际的工作过程当中用的也是比较多一点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举个例子 比方说我现在呢要插着某一个测试用力所在的路径 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 我可以判了这个文件是不是存在 另外如果它存在我还可以把它的路径取出来 是不是当然这个的话可能是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使用什么Test什么DIR这个什么环节面量 或者是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也可以通过什么FSO编程方法来实现 那这里面如果说我们UFT本身就自带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能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那么呢我们还是跟之前一样 以这个代码方法举例子大家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看一看看一看是怎么一个操作过程 那首先在这里面的话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的话呢 在我们脚本当中你可能要把什么 常见的一些文件路径把它设置好 那举个例子比方说我这里面有一个自动化测试对象的 这个框架的东西 那么我把它加载进来大家看一下 工具下面一个Option选项 然后呢在GUI测试 这里面一个文件夹看到没有 说收入什么什么UFT测试 用于查找文件的文件夹并设置文件夹 而优先级路径可以是绝对的 相对的或者是LM也就QC的路径 相对的路径相当于当前测试 那么我们不管了 假如说我添加一个 我把我们的这个C盘的 大家看一下一个log 假如说是这样 这里面有个test case 对吧 我们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login test case 好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路径 接下来我们确定一下 那在这个路径下面呢 假如说我有一个文件叫test case test case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好的吗 test case.tx 啊 用户名和密码 张三 李四 什么的 那假如说我现在要判断一下 这个测试什么 文件存不存在 或者是什么 这个测试用力存不存在 我怎么做呢 你看啊 Dim Dim一个CastPath 那么CastPath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PathFind locate是定位 啊 定位我们这个文件在哪 test.txt dnaMessageBox 我们把CastPath 收出来看一下 啊 运行一下 看能不能打印出来 大家看一下 可以吧 把它取出来了 是不是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是 能把它取出来了 我这个文件名也知道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前路径取出来 这个可以用Split函数来实现 是不是 所以说还有一种 其实如果说你发现 我们其实还可以判断 你看啊 if 我们再写一个 if什么呢 if我们的Cast 什么呀 Path 等于 空 啊 我打印出Message 什么呀 sk是什么呀 那么写中文吧 测试用力 在 是不是 那 s呢 我们可以什么 读这个 读这个测试用力 或者呢 我们来使用一些代码 来加载测试用力 对不对 好 否则我们就把它打印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 执行一下 他是把它打印出来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文件给干掉 名字或者我名字改一下吧 但是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测试用力不存在 所以利用这样的方法 其实可以用来做一个 测试环境的初始化 首先我们判断母纪 文件存不存在 或者是当我们电话母纪 函数的时候 要看一下这些函数 存不存在 别到时候出错 出错了以后 你导致整个脚本无法执行 所以这些所有的做法 其实呢就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讲的 场景恢复当中什么 利用编程的方法 来判断我们的业务逻辑 避免出现一些错误 它的效果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写一个脚本 其实不是说很简单的 而是要考虑很多异常的情况 可能很多异常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 在实际的工作过程 用来还是比较多一些 就是说这种思想 而不是说这种方法 所以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学会 学会什么 每一部代码 你都要考虑它 可能出现那些异常情况 对吧 脚本尽量写的健壮性强一些 OK 那么我们的pass fine的函数呢 或者是对象 或者的方法呢 给大家已经讲了这一部分 那我们下一次呢 给大家讲一个 之前咱们一直是在用的 用了好几回了 叫Redm number 这个对象 这是个随机数生成的对象 那咱们下这个再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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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